我们为什么会健康? 因为平衡才会健康 你不平衡 你身体就不健康 所以保持你身体的平衡 地水火烘调和得很好 你身体就健康 地水火烘哪一个大 你就犯哪一个毛病? 那个叫做中医讲 四大不调 你四大调和 你身体就是健康 四大不调 你就有病 真正阿易会陀 在医病的眼里是这样子的 你缺少什么东西 你补什么东西 去调和你的四大 地水火烘调的平衡 你身体就健康 阿易会陀是这样子讲的 你缺少水 你就补充水 你缺少火 你就补充火 你缺少地 你就补充地 你缺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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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补充气 他是这样子讲的 叫你补充气 并不是叫你用现在科学 所发明的合成的药 因为所发生 所有合成的药里面 很多的抗生素 现在用抗生素 来抵抗细径 早有一天 你抗生素的发明 续径会突变 你现在可以压制它 慢慢一次一次压制它 它会再出来 它便没有死 它会再突变 有一天你抗生素 住不了的时候 那就是像COVID-19 那时候没有抗生素 大家都多重 但是你四大调和的人 你走到哪里都不用火炸 为什么 因为那个续径进来了 跟你身上的续径会平衡 便没有让你身体的续径 产生特别的变化 这样子呢 你就不会得 你就不用戴口罩 那些戴口罩的 现在戴口罩呢 就是身体本身啊 他的抵抗力很弱 这个人 这个人有慧炎接近你 你就得到慧炎 因为你身体本身不平衡 所以阿易慧陀的这个制药的原理 是把你身体的地水火风调和得非常均匀 你的续径通通都很强壮 任何一个续径进来 你的续径都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 共荣共生 不会有战争 你就没有死 这个是阿易慧陀 这个治病的原理 你缺少什么 就要补什么 是用食物来补 而不是用药物来补 因为你用药物来补 只是暂时的 将来他还会再来 我很少发烧 我这个人很少发烧 感冒发烧或怎么样 没有 没有发烧 人家在得Coin 19 你看那个毕验法师 他得四次 他同样跟我在画室里面 我没有戴口罩 他出去外面厕所一壳 前螺的人全部跑光 中壘会办公室的人全部跑光 大家都害怕细静 我跟他在一起画画 我也没有得 他得四次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四大不挑 他自己身体的续静已经有病了 一有别的静来 他没有办法对抗 就是死了 真的是 现在是死那妈香 死那妈本蛋 对不对 这个眼里就是说你身体的细胞 非常的强壮 会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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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哪里到处都有细静 细静进来 都跟你共融 共存 不会影响你的身体 不会有病 你吃抗生素 一次 两次 三次 它都会突变 那个细静都会突变 将来有一次突变 你没有药可以治 你就死定 这是阿姨吠陀的眼里